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64-63元这些水平是否有机会 短期见到在一个环境水平是一个整顾 现在是轻轻地形成一个圆形走势 很大的幅度 甚至乎坐珠玛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附近63-64元这些都是一个range去收集 分多两三柱地做 买完就觉得长线持有 其实领前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买去找些地方去趴资资金的话 你也是去收集比较稳健和有息收的一些股票 就会为之好一些 而且领前会受惠着香港放宽的社交距离 这些情况 以及整体的 业务相对上是比较稳健 不需要太担心 即使本地的楼市会否有什么波动 也不需要太惊讶 一个压力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的加得太快 对于这一类的收集股 的确是会有一个压力的 但是在广股方面你没有什么得选 这些资金是要去楼市 可能你也是要逼于落入这一类型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它调整的压力不会太大 如果你真的在这一刻想去休息 或者你真的想去长期进行一些月工也好 将现金买入这些资产 放入股市也好 我觉得是这一类 现在我就会下一个人 我来看看 我会有点资产 对大家 可以帮忙